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起澳门最长的马路 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是有二大马路 南端由阿玛拉广场起 北端繞过水塘南侧及东侧 接鱼泳湾东端 全长约2860米 该马路于上世纪30年代建成 上世纪20年代 台山 马场 新口岸 南环一带开始填海造地 新口岸及南环填海区的新海岸线 就组成了这条海旁马路 到50年代 有二大马路成为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 东望洋跑道重要的组成部分 有二大马路原本还包括现时的 苏阿里斯博士大马路 1989年 葡萄牙总统苏阿里斯访问澳门后 当时的市政厅将该马路西南端 屏林南环的一段 命名为苏阿里斯博士大马路 过去有二大马路更直通至 旧法院大楼前 整条马路一度超过三公里 除了马路长度有变化之外 其实马路名称也有一段故事 而过往一度并不是叫做有二大马路 而是以执政葡閣近四十多年的总理 薩拉莎的名称之为 薩拉莎博士大马路 不过在1974年 葡閣经过四二五革命之后 当时的市政厅 也就是现在的市政厨 又将马路改名名有二大马路 而马路名称的改变 亦真实确切反映着 当时葡閣政局的变化 而位于有二大马路一旁的 外港客运码头 不少人都认为 码头所在的街道是由二大马路 其实码头所在位置叫海港前地 正如街名所言 海港前地正是为了码头而开发 因此是先有码头再有街名 码头位置历经多次变迁 从澳门旧地图可见 码头原先设于薩拉莎博士大马路 即现时新口岸世贸中心位置 其后先签至友谊行及海港街 即现时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睡觉处 上世纪80年代末 由于码头设施不足 决定在水塘外填海兴建新码头 现时码头位置最初 只是水塘南边海堤以外的海边 后来由于当时 奥普政府的港口发展计划 决定填海兴建一个全新的港口 并于1993年落成啟用 沿着友谊大马路行走 车辆往来频密 该马路已成为本路的主干道之一 过往轮近海边的区域 经过田海成为陆地 并建成了新客运码头 而另一边高楼大厦林立 呈现一派繁华景象 入伴 中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